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 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说起台湾的优势产业 一般会联想到半导体 不过台湾的自行车也是举世闻名 台厂巨大更是全球最大自行车制造商 但在不久前的2022年底 一起岩票风波 却导致台湾的自行车产业链 一天蒸发掉百亿市值 到了2023年 全球自行车产业更遭遇大逆风 本期影片就要来谈谈 身为自行车王国的台湾 背后的故事与挑战 对于有载骑车的朋友来说 自行车的本体与配件可说是无敌动 不过这种潮流尖端的交通工具 其实有长达200年的历史 一般认为低辆自行车 大约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 不过这辆车的外形与功能 跟现代自行车相距甚远 要靠双脚驱动才能前进 经过多年的改良 自行车才演变出当前的面貌 随着环保与健康风潮兴起 自行车成为热门商品 每年全球的产量超过1亿辆 而且未来有望继续成长 台湾则借由品牌塑造 完整的供应链 以及强大的技术力 成为市场上的霸主之一 自行车的总出口量仅次于中国 创立自1972年的台厂巨大 更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制造商 同样在1972年成立的美丽达 则靠着早期的品牌代工双引擎策略 跃升全台第二大车厂 有趣之处在于 台湾身为自行车王国 民众的骑车风气 发展时间却挽于欧美 为何这里会成为全球的自行车重镇 在上世纪50年代 当时台湾的自行车 大多从日本与香港进口 政府为了发展自家产业 于是采用进口替代路线 禁止乘车与部分零组件进口 同时成立本土装配厂 当时台湾的技术虽然不算顶尖 但有便宜的劳动力加持 让台制脚踏车有着一定的外销竞争力 70年代的石油危机 拉高欧美国家对自行车的需求 当时台湾车厂出口量暴增 从1970年的10万辆 增加到72年的100万辆 业者数量也跟着增加 然而过度竞争的结果 便是品质严重下滑 当时的台制脚踏车 被贴上粗质烂造的标签 甚至有过把手断裂 导致骑手丧命的惨事 因此当时美国有许多自行车店 都拒绝维修台制的脚踏车 后来使用危机结束 全球自行车业进入寒冬 台湾的车厂也因此趋务存经 从1978年开始 再度进入成长阶段 不到10年的时间 出口量就暴增到1000万辆 之所以台湾车厂能谷底翻身 跟两大因素有关 第一 当年来自北美的OEM订单 会提供产品规格与生产蓝图 加上政府协助业者订定产品标准 导致大批地下工厂消失 有效提升台湾业者的技术实力 第二 台湾中小企业实力坚强 光在1960年代 全台自行车的装配厂 加上背后的零件厂与加工厂 总数就多达数千家 更有研究发现 早在台湾的乘车达到出口门槛之前 零组件早就有出口的实力 这些优势条件 成为台湾大型车厂诞生的契机 巨大更是产业转型的关键 这家公司成立的时候 正好碰上台湾自行车业 从巅峰走向谷底的时期 巨大的创办人柳金彪曾经表示 他们在创业之初 因为产业品质不佳 根本不敢接洽外销订单 当年的巨大为了提高整车品质 特别到日本取经 督促本土的零件厂升级 但这条道路相当艰辛 直到1986年 台湾脚踏车的出口量飙高 但欧洲客户仍旧抱怨连连 巨大解决问题的关键 是在内部建立小型的生产线 用最高的规格要求制车品质 但这段时期还有另一项挑战 他们的代工大客户 美国自行车品牌石温 决定把产线转移到人力更便宜的中国 当时时温占据巨大七重五的产能 因此他们一抽单 巨大就陷入营运危机 但这件事也迫使巨大加速品牌经营 自行研发高阶自行车的素材 并将捷安特这个品牌推向全球 从这段过程来看 台湾可说是相当幸运 自行车业除了有巨大 还有同时其创立的美丽达 以及当前全球市占率最高的链条厂贵蒙 但就像其他制造业面临到的问题 台湾的脚踏车很快就遭到中国的挑战 1991年是台湾自行车业的关键年份 当时中国自行车的出口量超越台湾 到了2000年 台湾的出口额也输给中国 为了达到产业升级 这个自行车重镇 端出了一个相当罕见的计划 时间来到2001年 当时在台中的福华饭店 巨大与美丽达的创办人 刘金标与曾鼎黄双重会面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跨企业联盟 从生产中低阶脚踏车 专网研发中高阶产品 隔年两大车厂 集合11家主要零件商 创立台湾自行车产业联盟 这项计划起初饱受外界质疑 但由产业两大龙头号召 加上台湾的自行车零件 老早就达到规格标准化 最终顺利将高阶制造留在台湾 打下自行车王国的技术基础 近十年来 整个行业的产值都在千亿台币左右 可在2022年标高到2000亿元以上 但这之间却有过两次波折 首先是2015年到2017年 由于共享单车兴起 个人的需求减弱 加上中国市场买气不振 导致台湾车厂出现少见的负成长 之后新冠疫情爆发 各国的封城效应导致高阶车款滞销 产业的成长率再度跌到负值 而且疫情破坏供应链的稳定性 对台湾脚踏车厂埋下更大的隐忧 2022年底 巨大突然致函给供应链厂商 审承市场库存创下历史新高 客户都要求延后票期 因此从2022年底到隔年3月 出货到巨大的货款都要展延45天 这起事件震撼全球自行车业 供应商被迫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持续供货以后 现金卡在应收账款的水位快速攀升 虽然财报上面赚钱 但却面临资金短缺 黑字倒闭的风险 至于要如何拉高现金轴转率 避免黑字倒闭 这里我们要推荐币可贴线网 币可是台湾代表性的企业融资媒合平台 与远东国际商业银行合作 可以解决企业主两大常见的问题 第一 台湾中小企业的现金周转率 长达120到180天 换算后整年周转不到三次 一旦上游厂商延后付款 就会出现黑字倒闭的风险 第二 台湾企业在扩大营运时 缺乏打群架的概念 经常对供应商照顾不足 面对这两个问题 必可媒合投资人向企业提供资金 让企业能够加速收回营收账款 优化现金流 进而提高竞争力 回到本期内容 为何身为龙头的巨大 会需要展颜票期 事件要追错回2021年 打开官方数据会发现 整个自行车业的产值 在2021年大幅反弹 当时欧美国家鼓励民众多骑脚踏车 国际订单数量大爆发 但当时供应链还存在各种危机 像是货船塞港 与用物料短缺 都打乱制造商原本的时程规划 根据台湾美国商会的报道 在疫情之前 自行车制造商 会在半年到一年前 完成车辆设计 留下足够的时间 给零组件制造商 但供应链混乱 导致零件交期延长 下游的乘车厂 以及零售商 于是开始提前订货 更疯狂下单储备库存 然而在2022年 市场气氛巨变 虽然台湾因为生产高阶车种 加上电动自行车助力 全年的产值依旧飙高 但俄乌战争与高通膨 对景气带了冲击 加上全球经济前景不明 都削弱整体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 随着各国疫情解封 原先塞港的货柜陆续到港 库存危机也跟着爆发 市场危机遍及全球自行车供应链 组车厂的零件物料爆仓 终端零售商消化不了库存乘车 供给与需求突然失衡 就连产业龙头巨大 也在库存调控上遇到问题 像是巨大有代货零件的业务 客户却暂时复不出款项 同时零售端的库存过高 客户要求延后出货 迫使巨大向供应链提出眼票 虽然巨大快速出面灭火 喊话2023年库存将回到正常 且营运资金没有短缺的危险 但事件爆发后 产业链的上市贵公司 股价都出现重挫 光是巨大于梅利达 单日市值就蒸发超过百亿 而且到了2023年 区库存化的速度比预期要慢 巨大的前三季税后倾力大减四成 梅利达一到十月的合并营收 年减也多达两成 回顾台湾自行车的发展过程 产业之所以能成功 背后有两大关键 分别是扭转产品促制滥造的形象 以及顺利做到产业升级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 自行车亡国近期遭遇逆风 未来还能否继续称雄 长期来看 台湾的车业仍有持续发展的契机 首先还另外研究报告都显示 自行车市场未来还有成长的空间 预估从2023到28年 欧洲与北美的自行车市场 复合年成长率都达到8%以上 亚洲有将近5% 假设成长符合预期 等到库存调整结束 供应链上的企业 还能享有市场大饼 第二 近年自行车的发展趋势在于电动化 而巨大于梅利达等台厂 很早就迁入电斧车市场 台湾整体车业 近年在电动自行车上的发展也相当强劲 从2012到21年 产值年均成长率高达5成 2022年的电斧车出口 更首度超过百万辆 新的产业趋势 有机会让超过70年的台湾自行车业 获得再次转型的机会 看完本期内容 我们要回过头来 向朋友们介绍必可贴线网 这间金融科技公司 迄今每合金额高达25亿元 身带数量超过3000件 之所以能跃升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企业融资平台之一 关键在于必可的新创募资流程 当企业想要优化现金流 可以在平台注册 提出应收账款证明 并由平台每合社会大众投资人 企业可借此获取资金 投资人则收到借贷本席 这套流程优于传统融资管道 让企业主取得资金的成本 远低于一般租赁公司以及民间贷款 博款速度只要2到3天 更优于多数借款机构 至于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必可提供三大保证 第一,与银行合作 建立类券商买卖交割账户系统 保障金流安全 第二,银行定时报备金管会与集合 保障符合主管机关规范 第三,银行协助企业融资方 在开户式的KYC AML流程 并为整个审查流程做了检视 大幅降低诈骗的几率 商业理论告诉我们 企业处于低周转率的状况下 或因为等不到资金导致无法成长 想要让公司更加茁壮的企业主 或是对投资有兴趣的朋友 都能参考一下必可贴线网 享用金融科技带来的优势 好了,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